近日房友爆出纪州岛七到十亿张贴中国人禁止输入的字样,在11月23日,经过该店铺时看到该字样,第二天经过时仍在张贴,此事曝光后,引起了在韩华人一致抗议。 继中华侨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副会长孙永勋表示,已向韩国七到十亿总部进行了抗议,勒令拿掉禁止中国人进入的字样,也与设施店主进行了电话沟通。 韩国七比十亿总部会应称目前字条一被拿下,贴字条是店主的个人行为,是因为该店主之前可以为中国客人在店内吵过架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